前文再讀的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讲到奸妃坦己和中间大夫废众 密谋害写了姜皇后 跟着又在奏皇的面前进残言诗读计 派震殿大将军邵田少女 执龙奉宝剑来追杀两位殿下 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那邵田领子出宫而去这里暂且恶纳不表 这头我们讲回恩教恩孔两位殿下来到九间殿 梁斌文武百官还未曾散去 提心吊胆地在九间殿内等候 想知道宫内的消息 忽然间 武神王王菲虎听到一阵 方方张张急速的脚步声 他朝孔雀瓶里头一望 见两位殿下震下震下的瘡黄赶过来 王菲虎连望迎相后就问 殿下为什么这么惊慌呢 恩教一见到王菲虎就大声说 王将军 快点救我们两兄弟的性命 一边说一边扯着王菲虎的袍袖 躺着他在那里哭着话 王将军 父皇听信坦记的说话 不分青龙肚白 将我娘亲挖了一只眼 笑红到铜斗 落了我娘亲两只手 娘亲 娘亲在西宫惨死了 王菲被喊问 并没有问出半点的真情 我见自己亲生娘亲 受这样的惨慕之认 那个姜环跪在前面对责 我就是我 我好心急又好生气 想都没想就杀死了姜环 我握住把剑 想杀死了坦记 无聊到少年就敦了父皇 父皇似龙奉剑要杀我们两兄弟 望各位皇叔王伯 我们我娘陷冤受不已死 救我们兄弟两人的性命 恕不失成汤一默 说完两位殿下放声同酷 满朝文武含着眼泪上前话 国武蒙受冤 我们又怎么可以坐视不理呢 大家相议之后 一于激鼓撞撞 请天子声殿 为皇后洗说冤情 谁知话都没说完 突然之间从殿西德传来 一声大叫 有如毕力之先 天子失静杀妻灭子 阻塞忠亮 事行无道 俗语讲 量瓶杂木而妻 剑慎宅主而是 天子无道三光已绝 大意论灭 我们不如反出朝国另立新军 去到这个无道之主 保存江山舍迹 众人朝着声音传出来的方向 望过去 讲话者并非别人 原来是镇殿大将军方白 方相兄弟两人 黄飞虎立刻喝着说 哼 你们几大的官啊 口出狂言 满朝里头有几多大臣 几时轮到你们来说话才行 本当竹拿来等乱神贼之笨罪 还不快点和我退下去 两人被黄飞虎一会 即时收声 跌下头退了下去 黄飞虎见郭静颠倒 心里头好像一团乱麻 你来你去总是理不出个头水来 又见眉子 鼻干 姬子 几位殿下 满朝文武在那咬牙切 此长遮短探 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 只见一位官员 辛酸大红袍 腰横欲带 上前对各位殿下说 今日之辩 正印了中南山云忠子的说话 古语讲 君不正 则会出乱神贼子 如今天子 屈斩太师 杜汶鲜 泡落梅白 今日不分青红造白 杀妻灭子 我想起来 那个定计的奸臣 和行事的策子 在一边 自然阴阴地笑 唉 即可怜成功的舍迹 将会成为废墟 我们不用多久 就会被人所足 讲话者 正是上大夫扬任 黄飞虎听完他长叹一声就说 大夫你讲得对 八官都没出声 两位殿下还在那里猛哭 显得相当悲痛 正当方拔方向 见众人一筹莫展 两位殿下又猛哭的时候 他两个都忍不住了 联盟上前分开众人 方便夹着恩教 方向就夹着恩孔 好大声地说 就王武道 杀之而灭绝宗庙 住宅有坏光上 今天我兄弟 就算是盘都朝命 都要保两位殿下去东路借兵 杀回朝哥 除掉这个昏军就王 另立新军 我们一如反 说完两个人背起殿下 就向殿外走去了 众大臣是想出来阻拦 但是两个人身高力大 又怎么抵挡得住呢 就只好眼白白看着两个人 直出朝哥南门而去 那后人有思为政 方家兄弟反朝哥 殿下金番脱网罗 万道美人能破舍 天心已去内衣河 中文没有见两人反倒了 大家都很害怕 而且心里头很不舒服 但是唯独黄飞虎 就当着武力 亚上比过就走上前问了 黄大人 方白反了 大人何以不发一言呢 黄飞虎就回答说 可惜满朝文武 没有一位 好像方白两人那样的 两个人本来就是 老妄的汉子尚知道不能忍受 国母含冤受恶 太子枉死 现在就听闻从后殿传来急速的脚步声 百官向前一望 就见到少田 少雷两兄弟捧着宝剑 就来到殿前 说 各位大人 两位殿下 有没有来过九间殿 黄飞虎就说 两位殿下来过 在殿上哭诉冤情 说国母已经遭惨死 而且还说要杀太子 有镇殿将军方白方相两人 他们听到好气愤 背走了两位殿下 现在反出了刀城 怕还没走得很远 你们既然是奉了圣子 就前去竹南 以正国法 少田少雷两人听说 方白方相两兄弟反了 吓得云不附体 方白身高三丈六 方相身高三丈四 少田兄弟又怎么惹得他 如果被他两兄弟压拳打过来 谁能忍得住 不是说跟他戒过 少田他心想 这个明摆是黄飞虎赖我们的河 好好 你这么做吗 我自有办法 少田就说了 方白既然反了 没有两位殿下出了刀城 这样 没将入宫回子就是了 少田回到寿先宫 就像刚才看到的情人 一五一十向咒王品质 咒王听完好生气 有此你说方白既然反了 你们为什么不快将他们捉拿 少田就说了 陛下 方白既然大勇猛 身不是他的对手啊 要捉拿他来 陛下要触发手照 你需要武城王王妃虎亲戚去才行 就王就说 好 就拿朕的手照 命黄飞虎促去那里 少田领命而去 于是就赦博给黄飞虎了 他捧着圣子就来到大殿 一于命黄飞虎去捉拿 方白方相两兄弟 取两位殿下的人头福祉 黄飞虎就笑着说了 哈哈哈哈我知道 这个是你搞的鬼 他领到宝剑出五门 即是王明周己龙患 以及吴贤等人就说了 小弟愿意相随 黄飞虎就说 不用你们去了 说完黄飞虎上的五色神牛 就赶到出去 这个五色神牛呢 是一只怪兽来的 也叫做 两头见日 日行八百里的座下手 他认真厉害了 我不说这些字 这就我们说回方白方相 揹着两位殿下 一口气足足跑了成三十里路 才放下来吐一口气 殿下就说了 两位将军辛苦你们了 此因此得何日得告呢 方白就说了 神不忍心千岁遭此冤屈 所以抱大不平 一次反到朝国 现在想起来 都不知道头去哪里 正商业的时候 只见黄飞虎 骑着的那只两头见太阳 一行八百里的五色神牛 好快就来到眼前 方白方相一看 方起上来 连望到两位殿下说 活将两日一事老莽 现在的命仔玩完了 怎么算好 殿下就说了 将军救我们两兄弟的命 以宿大恩大德 又何出此言呢 方白他说 黄将军来抓我们回去 这趟实死无疑 欣骑向前一望 黄飞虎已经赶到面前 两位殿下就跪下 黄将军赶来 是不是要追杀我们两兄弟呢 黄飞虎见两位殿下 在路边跪下 立即捆下神牛 也跪在地上说 神该万死 殿下请起了 欣骑就问了 将军来这里做什么呀 黄飞虎他说 逢命差遣 天只赐龙凤剑前来 请殿下自财 不是神胆敢追杀储君 欣骑听完 两兄弟一切跪下说 将军 你都知道我母子含冤手屈 望将军可怜我们 大发慈悲 请我两兄弟一条生路 尚得寸土可安 身格前患 死当杰草 没此难忘将军的大德 母神望望飞虎他说 神日怎会不知道 殿下的冤枉呢 为了君命不由己 如果神放了殿下 就是欺君半角之罪 不放殿下又于心何人 大家在那尋思商议 触手无策 恩交他暗字想 看来 看来 你趟得很难走得掉 算了算了 将军既然是奉军命而来 不敢违法 想完他就说了 王将军既然是这样 你就杀了我回子 不过这样 麻烦你放了我弟弟 逃往爱国 假如他长大成人 或可借兵报仇 可为我母亲雪渊 望将军可怜 恩恐听到这里 你望上次阻止 说 王将军 不要这样做 王兄是东宫太子 我不过是个亲王 而且我年纪又轻 有多大的本事 还是杀了我 放了王兄 王兄说可以去东佬 说可以去西奇 这一类之师 尝可以为母亲兄弟报仇 我这个弟弟 又死何足色 恩交上前 一把拖着兄弟殷恐 两兄弟放声大哭 我怎么忍心 弟弟遭此惨刑 唉 真是你推我让 难舍难分 方拔方相 两人见 这样的惨情 大声说 哎呀呀 那怎么可以 真是苦杀我了 他都哭起来 王飞虎 见方拔方相 有如此的忠心 当然心里头 很不忍见 这样的情景 他左思又想 想来想去 就决定自己 把这件事情 背起上来 他眼泪水都混了 就说了 现在你们都不要哭了 这件事 只有我们五个人知道 如果泄露出去的话 大家都要有灭门之灾的 方拔 灾 你可否太子去东佬 向姜缓坐借兵 方相 在 你不要二天下 去见南伯后 岳崇宇 请他发兵 二路兵马来到 清除奸港 为姜后誓冤 到那时候 我才有办法 方拔就说 黄将军 我兄弟两人 今天早朝 不知道有这样的变故 林朝保险 未曾大有路肺 如今 要分头向东南两路 那怎么算好呢 黄飞虎就说了 我都未曾打点 他沉默了一阵 就解下了 随身配戴的肉血 那血呢 就是还认有缺口的配偶了 黄飞虎他说 你们将这个肉血卖了他 这个肉血都很值钱 可以价值百金 暂时作为路费用了 望两位殿下前途珍重 方拔方相 再 你两兄弟 当用心做好这件事情 伸走了 说完 黄飞虎骑上五色神牛 就反朝哥而去 他翻到京城 天色而瞒 但是文武百官 还在五朝门外等候消息 比干一刻 见到黄飞虎就联盟上前问 黄将军怎样 黄飞虎就说 罪过不了 就要回来回旨 纵文武百官 听闻 说捉不到太子的心里头 好欢迎 再问黄飞虎进攻福祉 咒王就问了 本神逸子捉到没 黄飞虎就说 陛下 神追赶七十里路 来到一个三叉路口 问来往的行人 都说没见到四人 没办法了 神早回来 交旨 咒王就说 追不到他们 逸了半神策旨 明天才再说 黄飞虎 借恩出五门 与白官各自回府不表 再说那个奸妃坦己 一天还未曾捉到恩教恩恐 深深不分 哼 他又生出毒计来 想害人 到底怎样害法呢 害不害得成恩教恩恐啊 我说那个奸妃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